老人一样可以享受雨水之欢 但是苗栗县一名66岁中性妇人的幸福 就因这场车祸毁了 三年前有一名女性男子开车 在头份市公园路口违规大回转 又没打方向灯 害骑车跟在骑车后面的妇人 刹车不及撞上 造成骨盆骨折 合并神经压迫 经过长达两年复健 仍有步态不稳等后遗症 临有轻度身心障碍手册 他提起144万的民事赔偿诉讼 除了医药费外 主张到目前都无法做家事 还无法跟老公进行性行为 要求120万精神抚慰金 造势驾驶质疑他已停经 配偶年事已高 不能黑秀 但法官认定 妇女即使停经 仍可有性行为 共判准40多万赔偿 其中20万为精神抚慰金 全案可上诉 动新闻 谁说老人没性爱 报道 收看苹果新闻网 健康频道 疾病远离你和我